今天要准备的材料是洗刷干净并晾干了的牛奶瓶、吸管、瓶盖和材质 我们要用这些材料制作的就是旧恩力车 首先将材质剪成四方形贴在牛奶瓶上 底边也要用材质围起来哦 接着要制作出窗户和门 将材质剪成小方块,端端正正地贴上去 接下来要用水瓶盖制作出轮子 越来越像火车了,对不对呀 将吸管剪成小段并把尾部剪开来 我们要用它把车厢连起来 再剪成花瓣状的吸管底部涂上浆糊 然后把车厢一节一节地连接起来 那么让我们再看一遍吧 一,贴上材质制作出车厢 二,贴上窗户和门 三,粘上轮子 四,用吸管将车厢连接起来 哇,救恩列车终于坐好了 让我们坐上这开往天国的救恩列车 一起去见主耶稣吧 谢谢大家